去年万华新案高楼层小坪数成交单价破百万元大关 如今中古屋也不相上下 这间位在西门町热闹商圈的18年中古屋 不到十坪开价竟然来到了1148万元 换算下来每坪是118.6万元 已经相当于当地新城屋的价格 其实这个物件有被注为商业用 规划夹则在2013年以760万元交易 单价78.5万元 如今标破百万 11年来大涨51% 已经登上万华史上最高价 那1000多万是目前客群找的人是最多的 那所以就是需求量也大 那再来就是它本身在西门町那边 也只有这一个社区 它是全4米5 根据统计台湾平均购物总价 今年第一季达到1349.7万元 26季以来平均总价涨幅高达3乘3 房价飙高 房价所得比也史上最沉重 对照全国2004年第一季为4.7倍 今年第一季来到了10.35倍 20年来加重5.65倍 六度以台北市加重最多 20年来从6.6倍飙到16.08倍 加重9.48倍 那房价一直飙一直飙 然后把薪苦就苦到这里 因为我觉得上班族薪水那边固定了嘛 那一般来讲的话 可能对年轻人来讲 或是比较中上阶层来讲 它的负担就会很重 即便如此 刚性需求支撑下 数字会说话 看看脸明所愿 被台湾推案 预估来到了1366亿天亮 将创史上最高 就知道房市遭遇还是上上滚 东森财经新闻 刘子坦 邱小倩 台北报道 好 最近有打算要看房吗 或是时机点到楼 这是有专家说 因为南部淹大水 所以如果你想买房 可以趁着台风之后来看房 因为可以发现房屋的更多问题 把时间交给韵海 好 前几天海米台风侵袭台湾 造成周南部有好多县市 都出现了积淹水的灾情 主要是这一回 其实雨真的是下得太大了 累积雨量相当惊人 也导致很多低洼地区 承受不了这么大的雨量 而导致积淹水 不过专家也说 这时候确是这看房的好时机 怎么说呢 因为这风雨过后 如果约房仲去看房的话 也许你就能发现 这个建案它的天花板 还有它的门缝 窗框 以及地下室 屋顶等等 有没有可能承受不了风雨的情况 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 如果您发现 你本来约好的房仲 或是卖家不见了 可能他就是忙着去修缮了 都可以考虑进去 所以我们透过这张图表资料 来告诉您 您看到这一回 其实在风雨过后 专家就提醒说 你可以给你的房仲约去看房 而且如果您要看的是中古屋 更要留意 而这位专家则是说 这个房屋的窗台 还有靠窗墙壁的油漆状态 以及如果你是买木座的房子 更要留意 是否承受不住风雨灾情 另外呢 您看到这一位是拥有117万订阅的大YouTuber 他叫做卢哥 特别po出了他们家室在这高雄人武地区 这一回就成为了受灾户之一 也因此有很多人在讨论说 在买房子的时候 是不是沿着古积附近来买 也许他的淹水的几率会大大降低呢 毕竟在这个古积附近的话 可能因为这房子也非常久了 代表他多年来有承受很多的大风大雨而存活下来 那么呢 我们来看到下一段画面则是谈到了 就是王友台有谈到另外的议题 就是说在各个县市当中 哪一个县市比较适宜人居呢 这一回就有人提到 难道是桃园吗 因为他发现说 这回台风是从桃园新屋出海的 但是呢 你看到在桃园当地 不但没什么渊水灾情之外呢 甚至呢 还被誉为是所谓的风水宝地 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来看到这个讨论 您就可以知道 这个网友po出了这个影画面 他就提到说 这个桃园难道都不淹水 而且不缺水 地震少又加上空气 还比台中还要好的风水宝地吗 有网友也回他了 而且双方论战 为什么呢 有人觉得说 的确在当地地质比较坚硬 在地震来临的时候呢 也许这受到了灾情 没有想象中这么的严重 但是呢 也有人提到说 只是你提到的这个桃园 也许你是你住的地方没有淹 但是其他地方不一定 毕竟过去像是纳利风灾 还有在2012年的时候 当时6月10号的豪雨 造成在桃园地区 相当严重的淹水灾情 还酿成人命伤亡 所以说 他们认为 也许你要看是在桃园的哪里 来购物或是买房才是重点 是不是桃园这个县市 引起了双方论战 以上呢 是这一节推播 把时间还给棚内 木质地板简约风格 位在台北市中山区这间新建案 28坪左右 每坪落在137至148万元 北市新建案单价动辄破百万 民众感叹卖方真的好难 应该是十几%到20% 我个人会这样讲 如果不行大概就算了 就是30坪左右的话 就卖了1650万 都一直杀不下来 北市新案房价走势 高价位行政区 松山信义中山大安以及中正 每坪成交单价 落在124至165万元 中价位行政区 南港匿匿胡适林以及大同 每坪成交单价 落在105至130万元 低价位行政区 万华文山北投 每坪成交单价 则落在88至95万元 台北市去年平均单价 来到了76.3万元 创下了2013年来的新高 而且有逐年成长的趋势 是近10年来 每坪上涨了14万元 房市强强棍 预售市场买气热络 加上近年来 营建土地成本高涨 建商对价格的坚持 越来越硬 根据统计 今年第二季全台溢价率6.8% 碳历史新低 对比2020年第一季出现11% 四年来下滑4.2个百分点 开始在使用市场登录之后 其实整个价格 其实在我们销售出去之后 其实过一个月之后就会很透明的去登上去 所以其实现在的一个开价的幅度 也不会像过往以前可能有个什么八折七折 买房需求增加 导致溢价空间越来越小 也难怪不少人感叹 买房要趁年轻 否则时间拖越久 房价只会越高 东森财经新闻 刘慈腾 邱小倩 台北报道 租屋诈骗案例层出不穷 但还是有人会上当 真的要注意了 日前高雄一名女子在脸书社团发文 说自己急着找房子 没想到竟硬生生被对方骗了3万块 最了解当时她在脸书上搜寻租屋广告 发现一名自称陈姓女房东人刊登资讯 表示在高雄林雅区附近的套房 一个月9500元 一房一厅一卫 还有阳台和厨房 甚至张贴多张套房照片 看起来相当干净新颖 女子马上私讯对方询问 没想到该名陈姓女房东在尚未签约时 就要求她先汇款到指定账户 她按照指示汇款3万元后 没想到对方竟说账户需要确认金流 甚至要求女子二度汇款 这时她财经绝不对劲 发现自己被骗了 但钱已经拿不回来 对此不少网友都说 没有人在还没签约就汇款 她的讯息有很多简体字 一看就有问题 也提醒大家 千万别因为着急就上当了 东森新闻生活中心高雄报道 好